在那个论坛里面 所以基本上每一次上课 基本上有这么多次 从第一次 从Java一直到上次上课的 我们是到Seql Seql资料库 那当然有讲到有关 Seql资料库 那前一次是去网路上下载资料 那上一次是Seql 那当然今天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呢 下载资料 那当然前面我们是 直接就显示在这次View上面 那上一次是 先把资料 也许是放在那个 那个String Array里面 再载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Seql资料里面 那但是今天 也许你可以变化一下 也许可以把网路资料呢 先直接就放在Seql资料 再把它放到这次View里面 或者是放在Seql资料里面 那可以稍微做个变更 因为现在很多应用 大概都是这样子 会先把网路上的资料 先check一下 到底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update一下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牵涉到我们上个礼拜讲 就两个礼拜的这个 就是我们要下载 然后再去做那个资料的更新 那更新里面 当然Seql资料库 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有几个比较 我讲过啦 其实就是Seql资料库的那个 那个类别 因为透过它你可以去跟资料库连线 然后呢 可以去做一些Seql的执行 所以Seql Exql Exq Seql 那个指令其实非常的重要 可以把指令丢过去 那你大部分丢的指令 不外乎就Create Table 把资料表给建立起来 那建立哪些栏位 建立完之后呢 如果你要新增的话 就Insert Into嘛 如果你要查询就Seql资 最重要也许Insert Into跟Seql资 其他我后面好像延伸 叫Update跟Delete 其实这四个 说真的 大概做个专丸 大部分90%以上的 这些资料库动作 大概都是这些而已 其实你说要做很特殊的 我想 也是有 可是 其实用到的机率 倒是没有那么的大 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去连线资料库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Seql资的资料库呢 它是一个local端的资料库 它不是远端的资料库 所以 如果你把资料库放在Seql资 等于是 个别性的资料 就是你这一台 这个个人的 client端的这个 user的这个资料库 但如果说你要跟远端的资料库 去做同步的话 恐怕你也需要把资料放在 另外一个database 当然也许你放云端啦 反正你放云端 放资料库 或者放在云端的资料库 其实都一样啦 就是说共通的资料 你可以放在上面 其实这个有点像什么 像之前我们有同学问到那个什么 叫Static Static不是我跟各位讲的是global吗 其实global就是共用区啦 有点像是 如果你是那个local端的 如果没有宣告成Static的话 它有点像local端的database local端的资料存放的位置 如果你加一个Static 就是这个资料是在 在一个共用区 那这个资料库 当然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啦 我们前面有用到像 最简单的 也许你把它放在云端一叠的四串表 里面其实也可以更新 也许我们待会可以 把那个之前的练习 像那个建一个会员查询系统 那会员查询系统 我们资料本来是放在 那个String Array 也许你可以把它 那个从云端上面抓下来 再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我想这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再把这部分回顾一下 那里面的话当然 我们有做了一个 所谓的成语查询系统 OK 然后还有会员查询系统 那所以这里的话呢 如果未来你要做一些 相关的查询系统 我想应该 只要照着这个步骤来做 应该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那基本上呢 我们的那个之前的所有的影片 连结都在这里 那当然呢 基本上呢 这些影片呢 我会就是放在YouTube上面 不过这些影片呢 当然我也不敢保证说 永远都会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希望 以后能够方便查询的话 也许你可以自己 再做一些备份的动作 OK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这些 那再来就是说有关云端的部分 云端的硬碟 我们有两个网址 这个是Java的网址 应该还记得吧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云端的硬碟 也不保证说永远都存在 而且可能 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我可能会更新 其他课程也就会用到 所以也许 现在是开放的 你只要知道连结的人 即便是外部上课 他也可以连得到 OK 那不过后面 我可能会先把它 就是说不开放 但是如果你还是需要的话 当然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跟永远老师 如果有些部分没备份到 你可不可以开启 权限给我 那当然也OK 如果你是上这门课的同学 当然我会开放给你 不过尽可能的 你可以在 也许 在你们节训前吧 赶快把它先备份一下 不要到几年之后 才说你需要这资料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稍微去做一些事情 那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真的是 反主过必留下痕迹 而且你们如果 其实你们的那个 用功程度 其实就像这个图形一样 因为后来我发现 点击次数好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趋近领快没有了 那当然也许你们已经备份了 不过不管就是 至少就是说 我知道 这些东西呢 其实对于将来开发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其实 这些东西做出来之后 像我自己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将来呢 想要知道说 我之前到底 有做过什么样的 比如说网路连线之类的 那这边的话呢 怎么去连线 或者是跟Seql连线 我这边是有放了 那个连线买Seql的 连线以Sale的 连线SS 但是有些可能时间来不及 还没讲到 但是这部分的话 就是确定可以连的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假设你要连SS 那这边都有相关的 比如说需要的 怎么去连接的 那些相关的JAR档 还有就是连线的方式 其实这边都有 当然你可以把它拿来参考 其实很多东西呢 有些不见得网路上找得到的 而且网路上找到的 不见得可以用 我这边放的是 确定是可以 可以run得出结果来的 OK 然后这个地方是 我们的Java部分 那Android部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连接 也是一样 请各位自行再把它备份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也许我们就延伸 把那个上次上课 我们讲到有关 就是说那个会员系统部分 然后请各位也在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把它跟那个网路做连接 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个练习 就是说 也许从ListView吧 从ListView里面呢 有一个ListView5嘛 CSV 这里面的话呢 那也是延续前面有一个 从Java抓网 抓网路资料的 那我们 一样是从那个云端上面这边 这个网址 我把资料呢 会员系统放在 这个 这个 从这个连接 上面会员资料呢 把会员资料抓下来 那特别注意 上礼拜 我们的这个会员资料 已经 不是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 而是在我们的 String Array里面 String Array里面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去抓这个资料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 直接就帮我放到那个 我的SQLite Database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 SQLite Database 建一个table给它 然后把这些资料呢 全部都映射到这个table里面 当然有几个栏位 你就增加几个栏位 然后新增到这个 这个SQLite Database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显示出来 那当我点击 其中一个人的时候 也许你显示的时候 可以显示他的什么 他的可能比较简单的是 他的编号 或者是他的名字 那当我点击 这个人的时候 在RiseView的时候 我可以跳出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的话 也许跳在那个 Lun Dialog里面 然后把这个人的所有的详细 包括他的什么 生日 血型 手机 等等相关去 跳出来 在那个Lun Dialog 这前面好像也做过 请各位再把这个部分呢 再做一个延伸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哈 谢谢大家